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是要说说这个事 百年不遇的大汉 而且真是天象异常 就说你看东北大雪 也是多少年未遇的那么大的雪 最近还有哈尔滨刚降大雪 西南就大汉 就闹成这么一个 而且我可以给你看看这个照片 人民的好总理 愁成什么样的 咱们可以看 你瞧瞧 这是温总理 温总理要站不好能露下去 你看这是 温总理拿着干枯的和苗 发愁 愁 然后你再看下面 小孩子 饮用水 现在温总理就是说 先保饮用水 这饮用水都成问题 你看 挨家挨户 现在排队去找水 去运水 你瞧这个 抗旱 这是人民 咱们再看看下面 现在都发这个票 抗旱就在供水票 然后你再看 黄果树瀑布 是现在 是是是成了这个样子 你就你看 这是本来的 我去的时候 黄果树瀑布 你看这个黄果树瀑布啊 本来啊 是很美的这个景色呀 水帘洞啊 它里面有一条涌道的 人可以走过去的 现在你看那汗的没水了 那成阳台了 我看 都看见了吗 就到这个一个程度 汪老师 你这个江河十年行 行到现在 这个是有什么感对比啊 对我想可能现在大家更多的谈的是全球气候变化 使得这个大气环流受到了影响 降水的减少的这种的异常 但是我们江河十年行这十年来 我确实发现了我们西南这些一些的问题 这些问题呢 是不是真的能够导致这次大旱 我想可能还需要研究 但是我还是很想把这些问题来说一说 他的这个观点呢比较猛 在新京报上发表一篇文章 就是西南大旱是天灾还是人祸 显然你觉得是人祸 也不是说我就下结论 但是我可以把这些问题给摆出来 大家可以一起商量一起讨论研究哈 第一个就是我认为的就这安树 因为这个现在我们都知道西南 它有原来都是有大片的森林 大片的树原生林一直保存 像西双版纳都是热泰雨林的这样的地方 可是现在呢就是造纸 就是需要一种树生林 他们就从新西兰引进的这个安树 首先它是一个外来物种 外来物种为什么叫外来物种呢 就是它不适应这个本地的这个生态环境 它是在它当地可能它有天敌 它有多少年来形成的一个小环境 然后到了我们中国 到了我们中国以后呢 这种树呢是一个抽水机被形容成 它需要大量的水 因为它是树生 它两三年就可以砍伐 砍了以后就可以造纸 就可以变成钱 那利益集团 他们就大量的在云贵川 包括广西来种这个安树 那么种了安树以后呢 其他的植物都没有了 现在甚至海南 我前两天采访一个科学家 他告诉说海南现在没有鸟了 因为这个安树它散发出一种味道来 鸟不喜欢 这个安树呢 还有一个呢 它是它要大量的用肥 大量的用肥 然后呢 它呢 是个霸王树 有了它其他都没有了 然后这个肥呢 它就顺着这个 这个下雨流走 又去污染江河 那林业部不知道这件事吗 这么大的事情 这么大的项目 这个有待 有待去追究吧 反正大量的这个安树 在这个云南 在贵州 在广西 这样的种植 对整个我们的森林市系统 是一个非常大的破坏 安树说起来成抽水机了 抽水机 霸王树 还有抽肥机 有很多的 但是就说 这次很多人不明白 真的是云南贵州 不是什么天无三日情吗 对对对 那是个覆水区啊 一想到这个地方 这怎么会没水 对 你像我修的 滇池 我的印象就滇池啊 对 你说我们河北大汉可以 你这么那个地方 我说的 这是第一个一个问题 就是说森林养育 我们都知道 这个水靠什么 靠森林去养育 对不对 森林就是蓄水 那么森林出了这个问题 再一个就是江河 我们现在三峡的 现在修了以后 它的上游要一库八级 在金沙江要修一库八级水电站 这还是仅仅是一个 为什么要一库八级 因为缺水 因为要发电 因为电有利益 因为我们需要能源 我们需要发展 那么这些水电站的 我们可以看照片 就是把一条奔腾咆哮的金沙江 拦腰截断 把水续住 那我们都知道 其实这个河流的 它是有生命的 它这个河流 它的这种流动 不仅仅是为我们人类 我们老说 这水要不发电 就白白的流了 现在我们知道 这种你把水截住了 下游的河床干了 因为那种引流式的 而且它的地下水 在严重的下降 我们刚才看到温州 咱们看看这个照片 这是黄河源头 黄河多漂亮 黄河源头 可是我们你看看 我刚才要说的第三个问题 其实就是污染 这是到了黄河的 到了黄河的中下游 中下游 徐老师你看这泡沫 这是长江 这是我们就是 刚才我们说的 丽江的那一段 但是在它的旁边 在修的水电站 就把那么漂亮的地方 就成了这样了 所以啊 就其实不仅仅 它就断流了嘛 它断流了 然后下游呢 它那河床是干的了吧 没有水 然后呢 地下水就是严重的下降 像刚才那种 列着这种大口子的 那就地下水 已经都不知道 下到什么 你知道他说这个事啊 让我想起 我们要不是外行 不懂 一个错误观念 是以为种树就是好的 看来种这安树 这玩意挺要命 再一个观念呢 我们以为说是建水库 有些环保主义者 好像说反对建水库 可是这次云贵穿大汉 很多人提出来的这个问题啊 是我们的这个水利设施 常年失修 你看我给你看一些这个数据啊 就是说云贵并不缺水资源 但是水资源利用率呢 只有6% 而贵州的小型水库 都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修建的 然后呢 这个我给你看这个 中国现在的8.7万座水库 并显水库就占了3.7万座 占水库总数的 百分之四十二点五 然后呢 这个已经建成的 8.67亿亩灌溉的耕地 灌溉水利用率也只有不到一半 然后呢 30年来 我国相继建设各类水库 827座 就改为开放30年来 目前全国已累计建成 大中小型水库 87085座 这对照说明什么问题呢 说明啊 绝大多数水库 都是在1949到1978年 建起来的 你知道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问题是 我在过去我弄不明白的一个事情 就是说啊 你为了发电建的那种水电站是蓝霸的 那个汪老师认为是不好的 他们是反对的 可是实际上这次暴露出来的问题是 农民的水教也没没水了 过去说的那个东修水库 完全是为了蓄水 为了灌溉的那种水库水塘 现在也都没水了 因为根本很多就年久失修了 所以你知道这个农民现在到处去找水 找水都出了烈士了 这今天刚看这个 这个新闻嘛 农民就到那个很深的洞里去找水 就死在那里了 就是到处找 村里比如说原来说有四口这个井 现在已经有三口就已经浑浊了 或者是没有水了 或者是被污染了 所以为什么饮用水都有困难 其实我们你刚才我纠正一下 你说我们反对那种发电的那个水坝 我们并不是说反对修这种发电的水坝 我们是反对无序的 我还强调一点 就是说我们当然需要能源 对不对 我们我们谁都需要 你看我们做电视也需要电 对吧 我们这是肯定需要的 那我们电 现在火电我们认为它又很微人 很污染 那么很多人认为水电是是清洁的 但是世界大坝委员会会说的呢 是15米以下的水电是清洁能源 但是我们现在修的都是100米200米 甚至300米的这样的大坝 那这样的大坝 其实对这个生物多样性的这种流存 是有非常大的问题的 我明白 所以所以刚才你们讲的那个数据跟你讲的 看上去有点矛盾 其实不矛盾 其实就是说 你的意思就是说那些纯粹为发电修的超量的大坝 对环境有破坏 对还有就是说我们现在的 其实这个水库 我们笼统的叫它水库 但是这个水库它有不同的功能 那我们现在缺的是什么呢 我们缺的是我们当年礼宾父子来修的都江业这样的 它是起到的是灌溉 我们现在这灌溉的这种呢 不赚钱 而这种大水库是非常赚钱的 这就文道刚才数据讲的 大部分的那种小水库呢 对起到灌溉作用的 是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 对 就毛泽东是在修的 对 人民公社那时候修了大量的水利设施 那个时候修 因为后来那个包产到户了 就是单干了 对 所以呢 这个农民起来修这个坝的能力减弱了 以前那个修坝是医务劳动啊 或者冬天大家大兴水利 对对对 我都参加过 对 那种呢 就是为了当地灌溉 那估计现在那个地分开以后 这个在操作上 这个基本上 这个要需要深入的研究 全国范围里深入的研究 你说的这个问题啊 还真是很有意思 我再给你看看 咱学一段毛主席语录啊 当年毛主席说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嘛 乡苏维埃政府要抓水利 设立水利委员会 然后这乡苏维埃主席还兼任水利委员会 主任 要求你看啊 打井开渠挖塘 筑坝各种水土保持工程 呃上述这些工作要求在七年内 就是从一九五六年开始 基本消灭普通的水灾和旱灾 我就想啊 现在很多人就在说这个事 那个时候有蛮干 有盲目的性质 修的很多水利工程 也都是乱 胡是瞎胡闹 但是你不能不承认呢 那个时候全民 农民一起上 修了很多这种水利设施 这种水库灌溉用的 今天人家说改革开放三十年 说你国家这么有钱了 你就是给农民工给钱嘛 你给劳务费 怎么就不能让他们 先兴修这些水利设施呢 这个咱们先去下广告 不赚钱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那汪老师 你的意思是说 现在的云贵川 汉城这个样子 跟那儿的修水电站 包括种什么安树 污染环境 都有很大关系 我认为我们的大自然 是一个系统 就是他是 就跟这两天老有人说 我们想一些什么救急的措施 我就说你这个病 都不是一下子得的 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些病 也是中国有句老话 说病来如山倒 病走如抽丝 对 对吧 你这个病就是慢慢积累的 你的这个西南的生态 遇到了这么大的挑战 你知道大渡河 现在一条 我们当年红军飞夺大渡河 抢夺卢顿桥 现在有356座大坝 在他的大 在他的干流和支流上 我们有照片可以看 卢定 就是我们当年红军飞夺卢定桥的 现在红军要逃就难逃 随便过 现在 对 这个 对 移塑河上有300多座大坝 包括他的支流 但所以我们要分析 我们这个这个东西 我们不是那 不是专家 但他这些大坝 哪些是对当地生态 是有破坏的 对 迫使地下室下降 哪些呢 是对当地有保护的 这个都要专业人士 因为你把这个河流 全都给改到了 把这个河流全都断流了 你把这个河流 你像他河流有三个连续性 一个是他的水流的连续性 一个是他水生生物的连续性 一个水的营养的连续性 你一截断 这个河床里什么都没有了 地下水下降了 你说他会造成什么灾难 现在需要时间来考验 对 不但现在问题是 假如现在云南的观众看我们的节目的话 他一定会说 王老师你说的很好 可是原水怎么解禁壳呢 我有一招 我想出来 这叫尽渴的方法 咱温州里这么发愁嘛 我觉得北京应该做点贡献了 这是直接跟北京有关 因为你想嘛 我们现在在用电 对不对 这个占了人家的生态 北京不是有那个气象部门 可以打天空 可以打下雨的吗 欧米期间不是很晚的吗 有那云你可以打 没有那云你打了 这些部队现在应该掉到西南去 钱已经在掉了 是吧 据你知道 然后呢 钱要是不够的话呢 你的筹盘 捐钱 咱都愿意接 徐老师 我告诉你 北京可以为了这个水啊 做点什么贡献 我们可以看看北京的一些数据啊 我给你们看看啊 北京市区供水管网的漏水率高达15.9% 每年跑冒低漏的水相当于71个昆明湖的水量 北京全市的洗车点超过9000处 洗车用水量每年3000多万立方米 现在洗车用中水了用中水了哈 什么就是经过处理的污水经过处理以后 水循环的但是也就相当于15个昆明湖的水量 然后说北京一共有38个标准高尔夫球场需要巨量的水资源维护 一年耗水量约为2000多万立方米 相当于10个昆明湖的水量 北京提供住宿休息的洗浴场所 共有1045家 每年每家用水大约1.5万吨 这些洗浴场所一年的耗水量接近8个昆明湖的水量 而这还有一个节目说 那个水的质量啊 早上一打开的时候的水的质量是最差的 因为它停在水管里 所以它号召大家打开10分钟以后才用 放了10分钟的水 我其实2006年 我那个我们去考察北京的这个水库哈 就就永定河 用就你刚才说这38个高尔夫球场 其中有6个高尔夫球场是建在永定河的河道上 我的天啊 然后呢我们那次去呢是12月28号 北京已经有4个月没有下雨没有下雪 极为的干看 高尔夫球场建在河道上 就是说那河已经干了 那河道完全可以建高尔夫球场 但是它还有点水气 因为呢高尔夫球场呢 它要有草坪 然后他们冬天也要维持这个草坪 怎么办呢 大深井 100多米的深井来交高尔夫球场 你知道我有一次看到啊 我大概是到北京那个昆域河吧 我觉得给老百姓没人权了 你知道吗 我说到北京没什么地方可玩的 我说到昆域河边是不是去看看 好 我去看的那个河边脏步六丘 雾七八糟的 可是我看前头有一段河啊 非常好看 我想过去铁丝网拦着 因为那是高尔夫球场 然后呢我还有个望远镜 我那看高尔夫球场啊 那真是那个绿草如荫 旁边的这个河漂亮 那河边都有毒的 是吗 那高尔夫球场里面 谁住在里面谁倒霉 我跟你讲 因为这个高尔夫球场 那个草坪啊 他需要他要杀虫剂 要大量的杀虫剂 他非常容易长成 绝对不是天长 然后呢他用这个大量的 然后呢他就污染水源 我其实我们现在还经常被人 被听到一个专家们 甚至一些官员说 说西方的那个水 江河已经开发了百分之八九十了 特别是像水电 他说我们现在的开发的利用率很低 我们还要大力开发 他们已经开发了八九十了 我曾经采访过德国的 这个这个环保部 专门负责水的官员 他说我们德国 百分之七十九的水 是不能用的 包括地下水 包括自然保护区的水 我们开发了八九十 是那个能开发的百分之二十一 所以我们把这个 把这个分母 他先撇出来一分 他撇出来不能开发 然后把客人开发了百分之八十几 对所以像我们刚才说的 这个地下水 在很多国家是绝对不可以用的 这是子孙后代的水 对 可是我们现在的地下水 是越打越深 越打越深 所以温总理站在的土地上 像站在一个国际象棋的台盘上 这个比喻很有意思 而且你是说这个污染 好像他们就说贵州 六盘水那边 对 你说有个地名就叫水城 他怎么可能没有水呢 可是你知道吗 他不但有水还有煤 你就是这个河呀 污染到什么程度 农民把这个河水拿出来 晒干了就能当煤烧 叫煤河了 叫煤河 就直接当煤烧了 他就能这个程度 所以你看我刚才说的这个 就是说这三个 一个是森林被破坏了 然后是水流被破坏了 然后就是水质被污染了 你像你像本来就是有限的水 可是你像这次我看的报纸上说 珠江已经断流了 就珠江源头断流了 但是我去珠江那个区境那边 一直到六盘水贵州这边 那个珠江完全是黑色的 就是你说的 他这个报纸上看到的说 他已经成了煤河了 这个是假如说是报纸上的 但是我亲眼所见的珠江 就是因为 本来我们听那个西南大汉 总觉得这个是优国优民 我们来 因为是一个民族国家 有一个想象的共同体 这部分也是我们的民族 所以想象 你听王远程讲完以后 你知道 这个跟我们的每天的生活 直接有关 咱们用的电 咱们在上网 咱们开的空调 那个电 说不定就是那个大坝拦出来的电 所以我们的生活 说难听一点 这个 这个 全都是联系在用 老有人问我们 说你说怎么办 说那我们现在生活是需要水 我们不发电怎么办 我们需要能源 但是其实还有一个数字 就是说我们中国的一个GDP的产生 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五到十倍 就是我们对能源的这种浪费 就是说 早期开发 早期开发 这是有我们的这种局限性 但是确实是 像我刚才说的这些高尔夫球场 像你说的这种漏水 跑马滴漏 对你说 比如说我一个举一个特别简单的例子 我二十年前 我陪一个比利时的记者在内蒙古采访 然后就是他住的那个房间的水管子漏水 他就叫了几次修都不修 他说这是多大的浪费 内蒙就是缺水的地方 然后最后付账的时候 他不付钱 我说你为什么不付钱 他说我要付了钱 下次他还不修 我这次不付钱 他下回他就得知道 有漏水 有人提出来了 他不修不行 人家不付钱了 就是他就有这个 二十年前他就有这个意识 那他比利时人 要一搬的就被逮起来了 听下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这事我没想到 就刚才徐老师说的 你说在那边 西南地区那边 怎么这个小水电 就是水电站 水电站的什么老板们 把持着农民灌溉的命脉呢 对因为比如说 李宾傅子修的那个都江燕 现在已经不能满足成都平原 这么大的人口的 文化生活需求 人口的增长 那么就说他是要灌溉的 但是他灌溉的时间 他蓄水的时间和人家农忙的 要浇灌的时间是一样的时间 因为这个水电站是水电部门修的 水利集团修的 那么他们就要在他们蓄水的时候 是根据他们的发电的来蓄水 而不是根据你农忙的季节 那这个管内电站的是什么 是政府部门还是企业 当然是企业了 你看我像我们现在在 一直在保护的这个怒江 它是世界自然遗产 我们说不应该修大坝 他现在没有修大坝 但是我们今年的这个去年 就是江河十年行 我们这个江河十年 就这本书嘛 对我们江河十年行的时候 怒江的干流的两岸 我们就一路走一路 从丙中落到六库 三十出三十二个小电站来 这些小电站都是都已经第五包了 都已经第五成包 第五包了还赚钱呢 你就说他的利益有多大 他是什么人开的呢 是私人的还是国企啊 他本来这个承包 他肯定都是跟从政府那开始 就就往下一只包 包到最后都有很多都是浙江的老板 都有就是各地的什么什么 是四川的老板来去承包 那他承包了这个 他肯定是要发电 归根结底是名不正言不顺 关键就这两个字 国企国企 你到底国就要为民 企就要牟利 你这两个字就矛盾着 所以这个大坝这个水管理啊 他是想农民还是想电力 他根本性的矛盾 所以我觉得在这次的这大汉上 如果把这一个事情 然后我们真的摆在台面上来 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 这样的公共资源 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分配 是利益集团去占领 水到底是谁的 对水到底是谁的 哎呦 我能没想到他们都卡着农民了 这个 看来给我们游吧 你别忘了 哎呦 五月 an